在夏日燕昂高照下 穿上袖套 戴上斗笠 来到茶园 这群是来自台东的老师们 透过自己的双手 踩着一星二夜的四季春 即使汗流浃背 也要体验农民的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进而能更了解农民的辛劳 体验学员诉说者 踩啥不是件容易的事 加上夏日的太阳如此的热情 真佩服在茶园里工作的每一位农夫 民间厢是全国最大的产茶区 当然在这些茶文化 跟茶笼 可以骗取民间厢23村 今天有真的 来自台东市区的 五十多位的教授级的老师 来到茶香 来到民间厢松果林 茶米香来看索 而且来考察民间厢的茶文化 当然这是一个真正 好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民间厢出山地 也是全国 民族 总民族 这六分之一 可以说量非常多 走到头都是我们的 地形和地区 当然我们的地形 四处拎离 接着返回到茶米香制茶厂 一进门 扑鼻而来的是 振振茶香味 让所有学员们 惊叹 实在是太香了 听着指导员解说 柔茶的制作 注意事项 每位学员都非常认真的听着解说 接着就是分组 亲自体验柔茶过程 看着这些学员 从调检老汁到柔茶 各个步骤都不容马虎 台中那边的教师研习 我们就是帮他规划一个制茶体验的部分 就是从采茶 柔茶 还有炒茶 跟一些比较茶种不一样的 我们都一一的做介绍 那今天刚好他们现在目前的部分 就是在柔红茶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我们是用那个基彩的四季春 像让他们做红茶做介绍 让他们做红茶的部分 因为四季春的茶来做成红茶的味道滋味还不错 刚好这个机会可以慢慢推广 我们宋柏林这边的茶区 还有茶叶 南投民间乡茶产业漂洋海内外 也让外界了解茶文化 看到这些老师们体验一日茶农 深刻的让他们了解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辛苦 记者李永胜 民间采访报导